正对口罩配给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0号晚间指出 国内医疗口罩平均日产量 已超过420万片 为了让防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 有足够的口罩可使用 指挥中心宣布 11号开始将提高医疗院所 口罩配送量 从每日85万片增加到170万片 并补足各医院口罩库存量 至少要有15天左右的安全准备量 好那希望说最少 指挥中心指出 每日增加的口罩 其中37万片提供基层诊所工作人员 120万片提供医院工作人员 及补充安全储备量使用 监测应变官罗医军进行部指出 为了照顾特殊医疗需求病患 包括洗肾化疗等病人及陪病人员 也释出每天13万片口罩 供病患使用 若产能逐渐增加 数量还会再做一些调整 其他医师评估如果他的疾病状况 是需要这样子 每日隔日或每周 平凡就医的话 那也可以算在这一个 我们提供医院来 提供特殊医疗病患的这个部分 指挥中心表示 1011号两天总共会配送 35万片口罩 到地方卫生局转发医疗院所 提供基层诊所工作人员 与特殊医疗需求病患 一周需求量 也呼吁病患不用再去药局购买口罩 把名额留给一般民众 原始新闻虎术56台北市采访报道